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 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 杨先生的睡眠质量是显著提升 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 嚼致疼痛难忍 影响了日常生活 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 不用特别借口 痛风的症状也没有再发作 屏幕前的您如果也在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 不妨试试健康520三高代谢保 干净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心 中国大陆已经有过百个城市 出台房地产金融新措施 有财经分析指出 这一场所谓的救市 结果恐怕是市场心态的崩溃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楼市从加杠杆到去杠杆 再到再次转向加杠杆 这一字之差 中国家庭现在最不能做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西方制裁催生了一个 以北京为中心的影子经济 不过意料之外的是 这个经济体出现了裂痕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三个话题 在中共央行自5月17号 推出房地产金融新措施之后的十天里 中国各地是迫不及待的 赶快落实相关措施 有统计说 明确发布政策文件 开始执行首套房15%最低首付比例的城市 已经超过了200个 那累计超过250个城市 也明确取消了房贷利率下限 这些迫不及待的城市中 还有三个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真的是急了 这背后也反映出中共旧市思路是一遍再遍 从鼓励刚需进场到改善置换 到目前已经到了谁有钱谁来买的阶段了 之前我们分享过网友的观点 认为中共和地方政府都是在继续挤牙膏 那么这种继续挤牙膏的旧市做法 对楼市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北京房地产关栏账号说 不要低估政策的力度 但是也不要高估政策的效果 财经账号关布宇发文说 挤牙膏式的放松会给所有人的心态搞崩了 为什么会搞崩溃呢 我们先来看看市场 当局松绑的调子定下来之后 市场出现了极端的行为 中国大陆的各大网站上小作文是满天飞 有的说现在市场是以价换量 碳房火热 也有说房价一夜暴涨 连夜抢房 关布宇说 不管是大幅跌价极瘦的极限跳水 还是开价上涨一二百万的极限跳高 都有浓厚的投机色彩 虽然这些行为不能作为市场价格趋势的判断依据 因为这种极限操作 或是出于恐慌心理 或是出于赌博心理 都是冲动性的非理性行为 但是这些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同时出现 正是反映出了市场的恐慌 对于最近的一波调控 作者表示 看不懂 连央行都下场就是了 可是政策放宽还是挤牙膏式的操作 那这种做法 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市场价格是涨还是跌 而是在于交易量 这是最考验市场心态的 任何资产长期处于价格趋势不明 市场投机气氛浓厚的压健康状态 投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被市场抛弃 并且随着交易量的萎缩 市场就越投机 那长此以往 市场的心态就崩溃了 我们也试着 从购房者的角度和心态来思考一下 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 失业降薪大潮是此起彼伏 那这种暗淡的经济前景下 首先是消磨了不少购房者的意愿 就是打下去一大批潜在的购房者 当然过去几十年 还是有不少中国家庭积攒了一定的财富 对于尚有能力承担住房成本的刚需 或者楼市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在过去几年 中共从三道红线到房住不潮 再到180度大转弯 房住不潮凭空消失了 中共央行急得都下场就是了 四大一线城市三个也坐不住了 那购房者面对这样的事况 肯定会开始思考 究竟现在是不是下场的好时候 但是相信购房者也会认真的评估一下 近几年就市的措施出了多少轮了 但是每一轮都是挤牙膏式那样的 一点一点的挤 即使现在从中共到地方都看着楼市在坍塌 也还是在挤牙膏 那么综合考量一下 供房者会怎么想 他们会不会想 毕竟每一次利好都是出逃的机会 那抛房的人这么多 供方的心态是几乎崩溃 中共这边是故作镇定 那就不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再观察一下 既然你还没有松绑到底 那就等着你继续松绑 就这么观望着 直到看到中共接近几处最后一块牙膏 所以作者的意思很明确 挤牙膏式的救市措施 只能增加市场的观望情绪 最后就是市场心态的崩溃 那这是市场上潜在的交易 再放大一下范围来看 中国人的财富基本都投在了房子里面 两三代人的六个钱包砸在房子上 为的不过是一个安居 再一个是资产稳定保值 当局挤牙膏的措施不能救市 房价就会继续跌跌不休 继续侵吞中国家庭的财富 那中共是措施的制定者 每一次调控的成本 买单的其实都是买房者 就是中国的家庭 而对于中国的购房家庭来说 几个字可能就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当然可能是赚上百万 也可能是亏了上百万 例如北京 虽然北京现在看起来是依旧淡定 但是估计北京也会坐不住的 北京房地产观栏账号说 北京房价大概整体跌了两年 在过去大半年内开始加速下跌 二手房一年跌掉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是比比皆是 二手房从峰值普遍跌幅30% 也有不少超过40%的 腰斩的小区也有 那现在市场就是坐等着北京的救市措施 不过作者估计 北京这次的力度可能不会比上海更强 对于当局用挤牙膏式的做法来救市 不同于官不语的看不懂 北京房地产观栏账号的作者是说 不看好 他说不要低估政策的力度 但是也不要高估政策的效果 作者说中国居民杠杆率已经高达64% 前几年民营房企更是一个锅杆盖石口锅 于是中国高层开始给房地产驱杆杆 搞供给测改革 一场改革下来 现在民营房企市没剩几家了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但中共当局驱杆杆的底线也被捅破了 对于中共来说 驱杆杆的底线就是房价下跌 销量下跌 但风险不能蔓延至中共国有金融系统 尤其是银行 不过随着大量理财公司的破产 国有信托公司也开始破产 贵州银行去年房地产业不良率超过40%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表明 风险早已蔓延到了中共的国有金融系统 当然中共当局是看到这个局面了 所以态度是180度大转弯 赶紧结束去杠杆的做法 直接改为现在的加杠杆 虽然关布宇说看不懂北京的救世招式 但是他进一步指出 中共为何无论如何都救不了楼市的根本原因 他说无论楼市怎么重要 或者是如何的复杂 楼市都是一个市场 背离市场规律 脱离市场机制的政策干预 都会长期干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局以价格管制 压制流动性为主要手段的逆势调控 可以说是从未有实质的效果 前举人调控 账价去库存 就是反市场的 不控地价 控房价的 面粉涨价 面包不准涨价的思路 也是反市场的 那有一位资深投资顾问朋友 幽默的说 如果未来哪一天 中共突然说取消了70年产权 他也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中共挤牙膏式的慢动作 最后恐怕只能逼他自己走这一步了 那我们把时间压缩一下 来看一下楼市的变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 这个楼市对中共来说 好像就像一场游戏 轻飘飘的改几个字 从加杠杆到去杠杆 再到加杠杆 几个字之间 就让多少家民企灰飞烟灭 多少中国家庭 将数十年积累的财富 沉淀到房产里 也在这几个字之间 就蒸发了几十万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 现在中共重回加杠杆之路 中国家庭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呢 大陆财经账号资本时差 喊出的忠告是 不要负债 作者发文说 中国大陆现在走投无路的人士越来越多 不少人选择了最极丹的方式 比如 某省会城市连着十几天 每天都有人挑和 逼得当地紧急加高护栏 加装防坠网 并派出大量手锹员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凌晨两点还在值班 防止有人在跨栏跳河 这不是各里 山西 湖北 广西 山东 重庆 不少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极端的情况 以至于各地防坠网的销售都显著增加了 那是谁逼死了他们呢 他说 很多人讲是宏观经济 讲大环境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大 事业率高 竞争空间小 工资低 工作时间长等等 作者说 个体很难改变宏观 只讲宏观问题没有意义 具体到个体 把人逼上绝路的基本原因就是债务 他说 之前的加杠杆周期和这一轮不同 之前在收入和房价的狂涨之下 债务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现在经济发展放缓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本来收入覆盖债务是绰绰有余的 房价也高于债务 但是后来收入下降 刚刚能覆盖债务 但是随着房价下跌 跌到了跟债务一个水平 那过去几十年就相当于是白干了 再往后收入继续下跌 就根本覆盖不了债务 房价还在下跌 已经跌成了负资产 那这表明啊 未来几十年也会白干了 那经过这些年的折腾 一大批激进的杠杆集中爆裂后 打工人小商贩们多年的积蓄 已经全部耗光了 房贷杠杆也顶不住了 开始相及爆裂 他说必须清楚 这个阶段的房贷杠杆爆裂 不是成本问题 也不是期限问题 主要在于收入 对于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不要轻易负债 作者还说 现在楼市刺激措施又火力全开了 媒体开始吓唬老百姓了 这让很多人心慌了 想要去买房 他最后警告说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千万别硬要买房 千万不要强行负债 也不要压住很多年后 房价会继续大涨 因为很多人根本熬不过这个寒冬 观众朋友们 您怎么看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聊聊地缘政治的话题 华尔街日报30号的报道 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 伊朗 委内瑞拉 北韩等专制国家的制裁和出口措施 本意是在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下 制服这些专制政权 但是根据西方官员说法和海关的数据 北京正借机提高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 形成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 全球性影子经济 这破坏了西方的制裁 报道指出 这些遭制裁国家 目前整体经济规模 已经足以抵挡华府对其金融战的冲击 这个经济体进行从无人机 飞弹到黄金石油等一切货品的贸易 这个影子经济体里面 国家贸易的需求也是一致的 一方是北京以大幅折扣架 从俄罗斯 伊朗 委内瑞拉 这三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大国购入石油 去年中国购入的原油 每日达到1100多万桶 来维持其经济运作 其他这些国家则从对中国出售石油 获得收入 并向北京购买造西方制裁的货品 例如根据俄罗斯海关资料 中共国营的军工企业保力科技 去年9月到12月 向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 国营军用两用直升机制造商 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出口了20多批火物 去年一家俄国公司 向数家中资企业进口60批火物 美国官员表示这家俄国公司 是伊朗在俄国为俄军 生产军用无人机的采购管道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经济方略倡议主任唐纳文说 从北京获得的石油利润 正支撑伊朗和俄罗斯经济 削弱西方的制裁 那这些规避轴心国家 在这些贸易往来中 使用人民币和中共的支付系统 限制了西方取得相关贸易资料 和执行制裁的能力 一名了解中俄贸易关系的 美国情报高官说 北京让俄国战争机器 继续运转的能力和意愿 以及协助莫斯科重建其军工业实力 促进了空前规模的贸易和金融 不过虽然这种独裁经济体 正在形成规模 但是在西方的压力下 中俄贸易是出现了裂痕 大陆财经自媒体账号 火星宏观发文说 自胡塞武装配合哈马斯 在红海袭击商船增添了中东乱局之后 大多数海运船队为了安全 被迫无奈绕行非洲 运输距离因此大幅增加 这一方面是增加了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是由于往返时间大幅拉长 导致运力紧张 5月28日的莫斯科时报称 近来越来越多的运输公司和进口商 向俄罗斯经贸部抱怨说 俄罗斯货物进口商面临一个新麻烦 他们从中国通过海运进口货物的运费 最近几个月上涨得很快 变得难以接受的昂贵 报道引述物流研究机构 Tradest收集的10家航运公司的价格资料指出 过去两周40英尺海运集装箱 从上海到莫斯科的海运和铁路运费 从6000美元上涨到了6800美元 账幅达到了13% 那他们比一个月前 也就是4月下半月的5000美元 高出了35% 文章说俄罗斯进口货物的运价上涨 不仅表明中国到俄罗斯的运价 其他亚洲国家到俄罗斯的海运价格也在上涨 那这种运费上涨的直接影响就是贸易额 第一季度 中国对俄罗斯商品出口额是24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6% 到了4月份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是83亿美元 同比是下降了13.6% 作者说 当然从4月份开始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大幅下降 既有运费上涨的因素 也有中俄贸易结算的因素 那随着5月份运价涨幅放大 预计运费上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会继续扩大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并且分享